下面,第一個項目,乾脆直接把它Change一下Layout 如果我們只是做測試的話,就不要Relative 有時候Relative感覺佈局實在是很麻煩 把這地方把它改一下 這是第一項,我們至少辨識一下 這是第一項,底下有一個Button 這個Button要做什麼用呢? 這個Button就把它連到 這地方給它一個訊息,切換第二項 點它之後切過去 怎麼樣點它之後可以切過去呢? 這地方我們必須要撰寫程式 所以這地方也是一樣標準流程 宣告物件、連結元件、建立事件 建立事件之後,我們會需要用Intent 用Intent才可以把這個項目切過去 所以第一個,建一個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基本的部分 就切到哪裡呢?切到我們Main的Acquity裡面 然後再來,這上面一樣 這個流程我想前面都一樣 所以1在這裡,宣告再來 2做連結 3的話就是4件 OK 好 再來,在畫面上佈局 切換到第二項 這樣 點這個按鈕之後 我們可以跳到第二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 點它的時候,實際上是觸發哪一個? 去把那個 Image.java 就是裡面那個Acquity把它叫出來 那叫它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去Uncreate 去把那個View Image那個畫面給叫出來 所以呢,基本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 因為我們產生了一個Button 所以呢,宣告物件 我就宣告一個Button就好了 那名稱叫B01 那連結的話呢 也是連結那個B01 因為我名稱有把它改 ID叫B01 然後再來的話 Set on ClickList 這邊的話,跟前面一樣 然後New一個Button on ClickList 這個應該也都一樣 然後新增未製作方法 主要呢 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應該是 宣告 然後再來 這應該是切換 到這個 到這個 這個 Image 的那個 Activity 然後最後就 Start Activity 最後就一個 執行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